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跌了277点 这个礼拜五个交易日 有三天跌280点 这个礼拜而已 台北股市跌了880点 等一下再来说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个礼拜的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我要跟大家谈 报股过年完胜绝招 报股过年的完胜绝招 我有一套公式 怎么样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什么股票不能报股过年 准确率百分之百 二十年来完胜 没有错过 没有输过 剩下一个礼拜就要封关了 什么股票可以报 什么股票不能报 你来听 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报股过年完胜的绝招 你外面听不到 外面听不到的 台北股市间跌了两百七十七点 礼拜四的时候跌两百八十五点 礼拜四的时候我讲了 礼拜五反弹的机会大 果然礼拜五一开盘 就开高一百八十七点 我常说的嘛 掌楼两百八十五点 我都拜五就会翻诞了 就一开就开那么高一百八十七点 没想到 没开高还好 开那么高 反而引来更庞大的卖压 礼拜四晚上美国股市大涨 道琼一度涨了六百四十八点 你看礼拜三的时候 道琼跌六百四十三 礼拜四一天而已 又把大跌的棒子给吃掉 所以美国股市很强啊 那美国股市这么强 你知道昨天晚上台子期的夜盘 涨了一百七十四点 美国大涨 台子期大涨 台北股市今天应该是很有条件 多头能够大反攻的 就竟然是演出这种 从开高一路走低 今天光是政府就高达四百六十四点 今天对开关抬得最多 四百六十四点 怎么会砍成那样子呢 今天开高之后反而引来更多不想爆股过年的卖压 昨天没有卖到的 看到今天开高 没有想要爆股过年 全部都捨得出来 尤其越杀越低 越杀越低 卖压越来越重 另外一个今天当冲 很多人看到美国大涨 开高买进认赔杀出 又买又认赔 又买又认赔 所以当中卖压其实也是 今天台北股市卖压一个很大的来源 那更重要的 外资故意在压盘 你看今天最后一盘 24分的时候跌174点 结果30分的时候277点 光是这一盘就多少 光是这一盘就102点 不是酒吧是102点 光是这一盘就102点 谁会在零收盘前去砍股票的 就是外资嘛 你看今天最后一盘 光是台积电 15000兆 红海20000兆 联电23000兆 都谁砍的 都是外资砍的 那外资为什么今天要大砍股票 砍了3447亿 有什么 因为外资做错行情 你看这一波 这波台北股市一直涨 对不对 这波台北股市一直涨 原本外资四万口的多单 台子期 就上了一万三周 外资一直卖 一直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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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单卖完了 索性放空 那空了被夹 继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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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逮到机会 外资一定想办法把盘给打下来 会打谁 当然就是台积电嘛 台积电 联电 这些大型全资股 首先外资故意把盘给打下来 你知道光是短短这几天 大盘跌掉1100点 大盘光是这几天就跌掉1100点 谁的杰作 外资的杰作 那今天打下来之后 反而外资台子期空单 大量的回补9234口 所以外资打下来之后 把空单大量回补 那你说下礼拜会怎么样 所以人为因素 本来涨高 风险就大了 波动就大了 加上外资故意在压低 要补空单 可是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昨天跟今天都一样 有没有发现到 你看昨天跌285点 这么多涨停板 反而只有一家跌停板 有没有发现到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跌285点依照以前的情况 那个跌停板没有20加以上才奇怪 就昨天竟然只有一家跌停 反而涨停的特别多 那今天又跌277点 还是一样有15加涨停板 奇怪只有两加点停板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可见得卖压是平均的 卖压是平均分散 而不是集中在少数类股 或特定类股 所以可见得这个卖压来源是什么 除了外资在压盘以外 投资人不想报股过年的卖压 提早出来 就在昨天跟今天 那好啊 不想报股过年的 没信心买买买买买的 提早都卖出来之后 那对于下礼拜的行情 反而就比较好了嘛 对不对 今天成交量里面 电子股占了77% 今天所有类股全部都跌 运输股一样有4.1% 一样还是第二名 我一直跟你讲 不要去队贯 不要去队贯 行情股不要再摸啊 不要一直在追高 变成最后一只老鼠就可惜了 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看行情股一直拨一直拨 大盘一月份大涨 涨了1100点 行情股每一档 跌幅都超过三成以上 只有零的一个人在阻止你们 叫你们不要买 可是很多人还是 很多人还是继续在买 那个成交量4% 5% 6% 还是一直为是很热络 你要做没意义嘛 也是继续拨嘛 今天长龙还是跌6%嘛 阳明今天还是跌了4.5% 万还是跌了4.3%嘛 对不对 心情还是跌了5%嘛 你硬要这样逆势做 没通啦 操作上你一定要顺势 你一定要顺势 游戏会是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当你在买底部的时候 无形之间 你已经避开风险了 行情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跌了1100点下来 高档下来的 两成三成 底部的股票 当然难免也会被压到 可是1% 2% 它比较抗跌嘛 等到大盘围了之后 它冲回去就很快嘛 所以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在确认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你就看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追败 别追败 买底部就对了 就算拨 它也拨得比较少嘛 接下来大盘稳了之后 它供回去就会比较快嘛 我不知道每天这样跟你讲 你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 如果你接受了 那我们就一起赚大钱的机会 也慢慢调整你 对于市场操作的一个策略 今天最大的话题是什么 我们来看 今天最大话题是这个 合硕结盟力讯 准备墙组装的单子 上面意思说 你知道去年 原本凯胜 凯胜是做机壳的 苹果的手机机壳 笔电机壳 电脑机壳 那合硕把凯胜 收归回来 变成旗下的公司 尤其下市 本来就是指公司了 只是独立上市而已 现在把它全部收回来 那凯胜旗下有一家 叫日凯 在中国大陆 最近半信心争资 力讯入股260亿 持股超过50%的股份 所以明显的 合硕跟力讯结盟 力讯本来在中国大陆 也是在做组装 也有在接苹果单 那两强一结合之后 会抢到谁 抢到红海 红海被威胁 有被抢单的隐忧 首先红海一开盘 就开始跌 大盘开高180几点 它开不出去 开盘一点就开始抬了 太满了7块钱 本来红海就涨太高了 125块已经有点高了 已经高了 你不要想说它一口气 就要涨到200 没法干单 没有那么简单 200会还早就来了 不会等到郭台铭先生 离开之后才来 那涨高加上 有抢单的隐忧 今天红海大跌 那两者结合 还有好处 什么好处 因为凯胜是接机壳的 可曾已经退出苹果了 力讯的加盟 更有机会让凯胜 能够接更多 苹果的机壳单子 所以合作是利多 就今天合作开高 涨1块7 一样不敌卖压被打下来 收盘跌了3块半 所以这个就可惜啊 结合力讯要抢单 尤其机壳的单会更多 结果一样不敌 今天盘中的卖压 那其实也正常啊 为什么会正常 你看合作 合作前一次 涨到84块半的时候 那天成交量有14万4千张 那后来打下来 是不是套住了 对不对 是不是套住了 那你再回来套牢区 你要有对等的量嘛 你才有办法解套 就你只有7万4千张而已 7万4千张要解14万张 虽不完嘛 洗不过去嘛 所以这里洗盘是正常的 可是外资连续两天 大买了两万三千张 外资在这里大买 就是有心要把这个套牢给解开 所以短线上这里会震荡 后面还是看好的 表面看好 核数我不是现在才说啊 你们都知道啊 我64块就开始买了 好不好 我64块钱就开始买了 我当初跟大家讲 要比价红海 涨到84块半 压回来 75块钱又加码 75块钱之后 又涨上去 过路起路管 路起路管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它反正大涨 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你知道去年 合作大概赚十块钱 创历史新高 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大盘本益比二十倍了 台积电本益比三十倍了 合作本益比才八倍而已 最终股票你不用怕 吃半岁完之后会再去掉 你看我是不是买底部 这样就三十几%啦 说说你像我一样 买底部GIO股 你要赚个三十% 五十% 真轻松跌 是不是又一直让你看到的 是不是买底部其当股 三十% 这后面还要更多啦 后面还有更多 后面还有更多 那一样是华硕集团的 另外一档华硕 我们也两百四十四块钱 你们都知道啊 240 249 246 248 我们一直在买的华硕 台湾第一品牌 是不是又是买在底部 所以说我只买底部GIO股 我会带你去队关 我们一定是买的华硕 高级在底部的 这样我们要华三十% 要华五十% 就会很轻松 你看买完之后是不是 它又大气了 是不是又是买在底部的 上那一拜打下来 275再加码 买完之后282 291 294 是不是又穿起来 是不是又上来了 是不是又是底部开始操作的 这一年探32块的公司 本益比连十倍都不到 外资持股还那么高 这种股票没落的 你看 你看这礼拜 这礼拜台北股市跌了1000点 你自己看 这礼拜是不是落1000点 跌了1100点 华硕的 有落的吗 怎样有凶吗 所以你没有底部的股票 大半路 它会很稳的 随时会冲出去 你要占30% 你要占50% 找这种股票你不才有机会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做 就会占大钱了 对不对 华硕 华硕 占32块以上 那股票没这个价钱 没得好 所以这种股票 后边都会有企业的 后边都会有企业的 你看最近外资 一直在加码华硕 光是一月份买了一万七千多张 一直买一直买 我们当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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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买的时候 外资都没有买 我们买完之后外资 是不是我们买在外资前面 外资来帮我们抬教 我没去买的共试 帮主力抬教 我们都是提前买进 等法人来帮我们抬教 我们是否都能来做 这样做才对嘛 对不对 这样做才对 所以你像我这样做就对了 华硕会再企业 兼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也是很可惜 什么消息 兼日本的MLCC涨价 春田制作所涨价MLCC 烫钮电停止接单 那烫钮电停止接单 国具就会有转单的效应 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你看今天太阳右电 盘中一度大涨4% 来到6370日元 创历史新高 相当于国具 八百五十八块 相当于国具 八百五十八了 结果国具间 很可惜啊 这个利多竟然 被大盘的利空 被大盘的下跌给压抑住 今天开盘17块而已 起来 相当于63块 等下 跌三块钱跟大盘跌277点 比较起来 也是强啦 可是利多被压抑 就很可惜嘛 对不对 今天如果不是大盘太弱 国具不要说涨停板 起码五%以上 起码五%以上 那无所谓啊 好事多么 利多既然存在 随时它就会发酵 我们国具也买得很多啊 三百个是 你都知道啊 起码六百四十四 一张贪32万 十张贪三百二十万 四个月的时间 九十八% 从大盘开始做的 说五百五百有来不 五百来 外资喊六百五 六百五也是来啊 四个月九十八% 这又起码了啦 但你现在买 我不会让你再去买这种股票 现在买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第一步 刚刚开始起码的 你要买底部刚要起涨的 这样才有办法 继续赚三十% 继续赚五十% 认同你这种方法 只买底部具有股的 你带我做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来谈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来谈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报股过年完胜的绝招 进段广告 学生马上回来 华信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神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涨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续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到现场 你一边打电话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报股过年完胜绝招 一边报名一边听我的分析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来的 那直接加入行列 对我走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我没有给你买的导致股 业绩烂的也不会碰 我们只买底部 不追高 你跟我这样做 30% 50% 都贪得中 30% 50%你都赚得到 你看旺宏 27块买的 12月8号卖出 43块 那这样就60%啦 对不对 群创 也是这部部的 高科生 高科西部的 涨到15.95 赚了快70% 12月30 15块钱卖掉 一个半月又是60% 你看我卖掉之后 大盘都在继续涨 旺宏就下来了 群创就下来了 是不是60% 60% 大盘跟个股 不会同步的 大盘是一个方向 个股一直在轮动 所以你一直在意 大盘的涨跌 不切实际 掌握个股的轮动顺序 才是更重要的 不大盘的气 它为什么是下跌的 你不卖它就跌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顺序轮动 掌握住了 一样一磅接一磅 有没有也是啊 我说很久的 风冠情 346倍 342倍 靠完盘之后冲出去 冲出去之后 跟大家讲过 不要再对了 不要再对了 是不是掉下来了 是不是掉下来了 这掉下来 落得更轻的 落得更轻的 我们才来购的 我冒长期 我还是看好的 我冒长期 我还是看好的 你看日月光 那也是购地步的 有没有 你有地步 很多人都有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根 三个半月时间 涨了85% 你不知道会购大钱 这种做法才会赚大钱嘛 对不对 外资做账一开始 我就讲日月光啦 你看台积电才涨了58% 联发科涨了43% 日月光涨了85% 国聚涨了93% 所以这两次反而赚更多 那最近日月光掉下来 都没关系啦 外资一直在加码 包含今天 外资又买了6000多张 外资一直买 你看外资 卖联电 卖台积电 卖联发科 卖洪海 反而一直在加码日月光 所以日月光会再去喔 会再去喔 反正日月光涨那么多了 我也不建议你再去追高 要买你还要买 这一步刚才要开始的 我带你进 我们带你出 我带进都会带出啦 你看游戏软体股 要买去我有开始买了 695 700 695 713 买怎么就开始去啊 压回来 760再加码 压回来760再加码 780 790 870 月底没什么贪大钱 今天被打下来 今天被打下来 打得蛮深的 难得的机会 难得的机会 如果没有今天卖亚这么重 没有今天卖亚这么重 你要卖小伙子还卖不得对喔 这都要你快卖 宁德时代的供应商 板甲也是啊 我也在第一步开始就跟你说的啊 你们也知道啊 对 85 户 87 户开始买 你看一下就冲到103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 收购价 105 所以没买嘛 所以没买嘛 大半路一千点 没买嘛 这如果买就让它收起了啦 我是不是一档一档都是底部买的 对不对 高尔夫球杆 开始刚进入旺季而已 开始刚进入旺季而已 对 58 户半部的 是不是大盘跌涨 继续涨 继续涨 你看大半拨是不是挡起来 高尔夫球杆特别注意 其他没时间讲了 你来听讲座我来告诉你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讲座 报骨过年完胜绝招 打探先来报名 最后注意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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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